好 同樣是裝置藝術 彰化顯有一名鄉長 他把廢棄的卡車頭整修一番 打造成了互動式的裝置藝術 此外呢 這裡還有可以讓民眾發揮創意的彩繪乳牛 廢棄貨車變身裝置藝術 彰化一名村長發揮創意 將廢棄卡車頭對切 留下輪胎及座椅 打造成互動式裝置藝術 剛才我有經過破壞電話 看這些車子 等於在風吹林打我 就跟那個我以前的老闆說 你這台車你來賠我 你賠我來中車 我賠我這台就是要回他 最穩的彩繪 除了卡車之外 黃村長還在牆面畫滿各種造型乳牛 打造百牛親子公園 並有許多尚未上色的乳牛 讓遊客自行DIY彩繪 留下專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彩繪乳牛 滿新鮮的 我也從來沒有預計過這樣子 對 那也剛好在那邊放臉這樣 帶他們出來就剛好遇到 說可以自己彩繪 福寶村飼養超過兩萬頭乳牛 是全國最大的落農區 黃村長美化社區環境 將村內的圍牆重新彩繪成乳牛 結合鄉鎮特色 成功打響乳牛故鄉的名號 聯合保郭宣文 江花報導